HELLO 大家好 我是歇文婧 歇老师 在这个睡梦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期待 我在这个新年度兔年里头 我的整体运势到底好或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2023年整体运势里头最好的前三名 是哪三个生肖 所以跟大家分享第三名 也就是属龙的朋友 特别针对1988年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 因为他有颗太阳星进到你的命宫里头来 再加上你有颗最强的贵人星同时出现 各方面来说的话都做得还蛮顺的 唯一唯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做任何的投资 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在命理上有一句口诀 玉兔见龙云里去 可以想象很多种的解释方式 我属兔的人碰到属龙的人 属兔的人碰到龙年 或者是属龙的人碰到兔年 他都必须要特别注意 对你来说 你不管是异性或同性都不要投资 只是因为异性 如果提示出来的投资的部分 特别容易在这方面容易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在年份里头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二名是针对1998年属虎的朋友 因为去年犯太岁 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很难突破 因为我会困在这个笼子里头 近年度你被放出笼子 当一个被放出笼子的老五 这个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 做什么好像很猛 可是会有点不知所措 所以近年度你最需要做的四个字 叫按步就班 有想法我一步一步一步的来 每一步都能够看到成绩最重要 你要做什么事情 请你在近年度里头有一个方向 然后拟定计划 怎么样让你的计划能够逐步实现 就是你经验度里头最大的功课 第一名是针对1958年属狗的朋友来说的话 基本上你在经验度里头 你有好机会 不是那个最大那一个 但是你就是有很多的好的机会 左右逢源 所以在经验度里头 你在整体的运势表现上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可以好好抓紧机会 其实有时候 搞不好你会看到人生中的这个 第二个春天吗 当你抓在方向的话 你可以减少非常多的时间的浪费 你也可以赚到更多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哈啰 大家好 这本《鞋云井2023年生肖运势大解析》上市的 可以在各大书局以及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 在今年度里头除了三张招财服以外 还有价值12800的巨宝盆 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大力支持哦 运势有最好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需要注意的生肖有哪几位 第三名是针对1966年属马的朋友 尤其是男性 在新的年份以后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各方面表现上 无形中突然间受到了很大的这个空间的一个限缩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反正顺应天命 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不要跟你家成口舌之快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以前的经验法则 做这样一定都会成功 做那样一定都会失败 也许在今年度里头有一些变化了 唯一要做的就是忍耐 因为今年度里头周边环境里头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想法观念不同 而产生了一些口角或者是一些争执 我只要避开这一块就是天下太平 相信在今年度里头 你在各方面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第二名来说是属兔的朋友 在今年度里头你是犯态税的生肖 基本上来说只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就是放慢脚步 虽然跑得不快 但是每一步都很扎实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因为你只要抓住这个方向 你明年一样会有更好的成绩展现 只是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第一名来说针对1957年属肌的朋友 今年度里头要注意的事情 保养你的身体 常常提到犯态税跟这个 正冲的一个生肖来说 正冲的那个生肖影响比较大 属兔的朋友在今年度里头犯态税 属兔的朋友你就是那个正冲的那一位 像两个人在打架 属兔的朋友他就像挥拳打人的那一个人 而属兔的朋友就是挨到拳头的那个人 所以属兔的朋友身体健康方面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骑车出外旅游也好工作也好运动也好 都请你稍微注意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凡事小心一点点 既然我们提到就是整体运势有好跟不好 在民俗上面就会有一些化解的方式 比如说属兔跟属鸡的朋友 都会建议你去做安太岁的一个动作 在民俗上面来说 让你整体的状态能够变得更好 甚至把不好的能够减到最轻 但是还有细分 所有的不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身体不好 不妨在居家环境的正东方 如果刚好是你的房间 或者刚好是我家人谁的房间 买一些同座的乌龟壳 然后用一般民间法师在画幅那个单面黄纸 你到文具店就可以买得到 买一张回来之后呢 写上你的名字 农历春年月日时间 把它卷起来放在同的龟壳里头 放在居家环境的正东方 就可以让睡在这个房间的人 或者是纪念度里头犯太岁的人 可以避免在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针对另外一个区块 出门骑车开车或者是跑步运动 都有可能跌打损伤 不管遇到哪一种问题没有关系 你要特别注意 居家环境里的西北方 民俗上面来说 这个方位要叫做五皇位 如果你在这个方向发现 室外有人在动工的话 不妨摆放一支 铜座的麒麟 面朝的动工的方位 铜麒麟可以画三煞 其中一个叫做土煞 就是要在动土 所以你记得对着那个方向 它就可以破解 那第二个情况 就是我家里头这个方位 可能是我的房间 就放在你的床头旁边 头朝的外面 就可以破解对你有影响的五皇上 在民俗里头来说的话 所谓五皇就像 泛泰税的方位一样 基本上我们的泛泰税 可能会从你的生肖上面产生影响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居家环境的 方位产生影响 都可以用我以上说的方法来做调整和化解 相信只要能够调整过来 所有好朋友 你在新年龄度里头 不管是在事业健康财运 整体的运势上面来说 都会有大幅的加分 祝福大家 事业顺利 财运广进 洋洋得意